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异的病毒 那是不是这个世界末日快来了呢 我们看也许这个实验室还有更多的没有等待着被命名的病毒 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的对待现在的这个口味19 会不会说我们这个病毒还没对付的清楚 然后又有新的病毒接种而来呢 那可太可怕了 不过会有说回来 那我们在启示录 看见那七号七晚那七灾 那几个灾一下来地上的人就死了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那真的是这一切也是要借着地上发生的事 这样的来实行来实现的 是啊 我们现在还在庆祝圣诞节 圣经上说的话都是可信的吗 都是会实现的吗 那我们在今天还在庆祝圣诞节的这个季节里面 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一段圣经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圣诞节对我们所讲的话 我们先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 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这个期间 让我们在这个庆祝的时候 我们思想到神经自己的救恩 您给我们的盼望 求您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经自己的大爱 能够体会到神经自己跟我们来同在了 您要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上 如何行走一条爱的路 一个荣耀上帝的路 求您帮助我们 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更能够知道您奇妙的计划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那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是在马太福音二章13到23节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 他们去后 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等我吩咐你 因为西律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约瑟就起来 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 直到西律死了 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 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西律间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发怒 差人将伯利恒成礼 并四尽所有的男孩 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 凡两岁以礼的都杀尽了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他儿女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西律死了以后 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 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 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只因听见亚基老 接着他父亲西律做了犹太王 就怕往那里去 又在梦中被主指示 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到了一座城 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里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 也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 三梦就圣诞 或者讲三个梦 那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我们开始这一段是从13到15节 是第一段 是第一点 那我们看见说这里面 讲到第13节里面讲 小孩 其实整段里面讲了三次 讲了小孩子和他母亲 你会注意到说 小孩子是放在这个母亲的前面 小孩子先被提到 当然你知道小孩子是重点 我们看见这里的第一个梦 在这一段里面 说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 对约瑟讲的话 让他起来说要杀 要杀小孩子 要除灭小孩子的人 他要来把这个伯利红 成的这些小孩子都杀了 所以这时候还没有发生这个事的时候 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来讲话 这是一个很简短的这样的一个说话 那我们看见好像衔接的 约瑟就起来 就是说这个天使说起来 带着去 然后我们看见约瑟的这个回应 就是就起来 就做这样的事情 按照这个使者所吩咐的 那我们看见这个梦 那是这个超自然的一个事件 那我们说会不会这个约瑟 再想想看 坐起来反复思想一下 这个梦是怎么回事 这个事情可不可行 真的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那我去埃及 这危险不危险 这路多远呢 那我得走多远 多少天呢 那而且我到埃及那该怎么生活呢 靠什么生活呢 圣经完全没记 那就是约瑟 根本没想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因为我们赶上看见 约瑟就起来 就起来 你看看见他就起来 好像这个天使跟他说的 好像并没有什么 一个是在梦里面 一个是现在现实生活等 好像就直接闲见在一起 那看 我们从经文里面看见 看见约瑟 就是夜间就带着 你看见这夜间吗 十四节 夜间就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 往埃及去 那夜间 干嘛夜间呢 那不能等着白天 再收拾一下行李啊 等等的 没有 这里边写的夜间 那这夜间 让我们看见两件事 一是可能就说 这件事情非常的紧急 第二呢 我们也是看见约瑟的顺服 这个事情的紧急 也是不容他等到天亮 而且他的顺服 也不容他等的 他有单言 而实际上就说 到埃及去 他们应该是往埃及的 那个亚历山大 或者翻成亚历山泰 他是罗马的一个行省 那当时的时候呢 许多在政治上遭受逼迫的 他们有危险的 都到这里面来避难 可以说这相当于 就是一个逃城的 这样的一个意义 那我们看见 约瑟这个行动后面 紧接着我们看见经文 说这个是 说是要应验 应验圣经上 先知所说的话 我从埃及招出 我的儿子来 那这我们看见 慢慢我们会更加的 看见马太 他所写这卷福音书 非常典型的一个特色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城市吧 英文就叫formula 他就写的都是这样说 发生了一些事 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 这是某位某位先知 叫先知所说 他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城市 来描写 在新约里面 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看见 他这种形式 这种城市 叫做预表 在旧约所发生的事 在新约也发生 这是相类似的事情 或者说是相关的事情 倒不一定说是完全的一个对应 那我们就看见这里面 所记的这个出埃及 那我们看这对应什么呢 就出埃及 我们马上就讲到出埃及记 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时候 是谁带领神的百姓 从埃及出来的呢 那就是摩西 摩西的出埃及 那我们看见这里面 又一个出埃及 这是新约的出埃及 发生在这个小孩子 耶稣小婴孩身上的 那我们看见一个旧约 新约 那我这一个有一个列表 那还不是很完全 把每一项 那仔细的项都列出来 让我这个列主要的这个四项 我们这个对应 相关性我们看见 那我们看旧约 这个出埃及记 摩西所带领的 这个发生在摩西身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摩西所出生的 那个出埃及记 那我们就更久远的 看见这个先祖 从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儿子 是以萨 以萨又生的这两个儿子 以嫂雅各 当然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十二个儿子里边 其中有一个是叫约瑟嘛 当然不是这里面 这个玛利亚的这个丈夫 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约瑟 那旧约 这个旧约的这个约瑟 这个创世纪里面 他下到埃及去 然后后面就是几百年在那面 对吧 算是四百年在那面 然后是摩西带领神的百姓 来出来的 从埃及出来 大概发生在公元前 一千四百到一千五百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时候 这个出埃及记 那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出生的时候 我们还有印象 看见法老那时候 看见西伯来人越来越多 让他们就要 他要就要把说 怕他们起来造反 或者是夺权等等的 起义等等的这种事情 所以就把他们的男婴 把西伯来人 让那个接生婆 就把他们的男婴 把他们就杀死 那我们看那时候 法老是要杀男婴 那我们看见这新约 这时候发生在我们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所讲的这个西律 也是要把这些婴孩 也要杀这个男婴 那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 说旧约摩西的出埃及记 那我们看那摩西 就在那样的一个法老杀小婴孩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那个时候摩西活了 摩西存活下来 那我们看这个新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生在这个时候圣诞 这个时候耶稣存活下来 这我们看见的这个样的相关性 这样的一个对应 那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出埃及呢 出埃及记呢 这里边最后就是摩西 他因为杀了人 所以他就逃跑 那个这个法老追杀他 那他就出逃 逃到米殿 那我们看见摩西逃跑 那我们看这个新的出埃及记 我们看可以是新的出埃及记 那这个小耶稣 这个约瑟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 他们是出逃 也是出逃 他们要逃到埃及去 那旧约的出埃及 那摩西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 然后到应许地 要到巴勒斯坦地 那我们看见这新的出埃及 这小耶稣 那我们看见这个约瑟带领小孩子 玛利亚 然后也是要出埃及 重新回到这个家乡 然后这神的救赎工作 在耶稣的家乡开始 我们看见这个对应 这就是马太所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一个模式 告诉我们说 指应验经上所说的话 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 我们看见到下面 这个马太要引进了这样的故事 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这是应验圣经的故事 这就是圣经上的事件 这个耶稣应验了九约圣经 应验的是哪一节呢 真正的是对应的是哪一节 这句话说我要我要 我要从 我从埃及招出的儿子来 这是何熙阿淑的十一章的十一节 十一章的第一节 那我们现在到了下边这一段里面 我们看见说 西律被愚弄了吗 还有就大发 就是大大的发怒 要把这个不利恒 似近的男孩 都是因为他问博士说 你那时候看到这颗星 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他大概就将近有两年 所以他就是要把这个两岁以内的这个男婴都杀尽了 所以这里边又说 你看又看见这个应验 应验的是谁的 应验是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第一个应验是用的出埃及 用的是出埃及这样的一个事件 但是他应验的是何熙阿淑的第十一章十一节 这里面所应验的是先知耶利米的三十一章 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到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那我们看见这个拉玛 那也就我们也觉得很突兀 这个杀了婴孩 那为什么这说什么拉玛 然后说什么拉结 这个都为什么呢 他儿女 谁儿女啊 这个拉结也没有女儿啊 这就有两个儿子啊 这我们看见 我们要来看见这个拉玛这个地方 这拉玛地方大概在耶路撒冷的北边 大概十几里 十几英里 这拉玛呢 是一个高地 它的下面 你站在这个高地上 往下看 它其实离这个 这个这个 离伯利恒非常的近 你站在这个高地上面 就看见 俯视看 就看见了伯利恒 那看见伯利恒就想起什么呢 你们会知道伯利恒 就拉结的墓 拉结的坟墓就在伯利恒 那我们看见这是 这是 这个是耶利米书所记载的 那耶利米 我们知道拉结 他是雅各的妻子 他生下变雅敏的时候 就因为难产而死 他是葬在这个伯利恒的 那我们看见说 这个耶利米书31章记载这一句话 而且为什么耶利米会记载 为什么想到拉结呢 因为那时候呢 这个拉玛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他是被掳的犹太人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之前 他们是在拉玛这个地方先集合 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听这个这个巴比伦人说 什么时候带他们走 所以我们看他说 这个耶利米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见说 他看见拉结的坟墓 他这里边用的是一个隐喻 说拉结就是以色列的先祖母 代表的是以色列国 他看见说那么多的以色列的人 被掳到外邦 他看见说 他是一个做古的人 但是这个是耶利米他用想象 用隐喻所表达的 这么多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后代 这都要被裸的外邦 拉结就为他们的来哀哭 耶利米就描写这样的一个景象 然后新约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段经文里面 马太却用了耶利米的这一段的话 来指向伯利恒的这些婴孩 因为主降生 主耶稣的降生 而被这个残暴的这个西律来残杀 我们看见这个西律 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多疑的人 他连他的妻子 连他的那个孩子 儿子 几个儿子 因为他怀疑他们 要夺他的王位 所以就把他们 杀了他的几个儿子 和他的妻子也杀了 这个史书上这样的记载 所以我们看到 他是这样的一位 这样的一位暴君 所以他的这是这样的一个多疑 这样的一个王的话 已经杀了这么多的人 再杀几个婴孩 这也正是他的这种皇帝 这种所做的事情了 当时的时候呢 伯利恒这个城 大概不到一千人 他的这个规模 那时候那就两岁以下的男婴呢 遭到屠杀 其实应该差不多是不到二十人 并不像约瑟夫 约瑟夫呢 他是公元后的三十七年生 大概到一百年 他是从生活 他生活在那个时段里面 公元后的三十七到一百年 他是犹太人 以色列人的历史学家 他就记载了 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 当然也记载了 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 这个西律来杀了 这个伯利恒城的两岁的小孩 他所记载的那个那个比较的多数 是比较多的小孩被屠杀的 所以我们会看见 这样的事情发生 马太爷讲到说 这是应验 先知 耶利米先知 所讲的话 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十五节 然而我们看见 说 这个是悲剧 然而悲剧之后呢 这个三十一章的十五节这样讲 我们这里边这个 记载在我们这个马太福音上面 那十六节是警戒的 他我再把那个十五节念一下 也十六节 十五节这样说 说 耶和华如此说 在拉玛听见 嚎啕痛哭的声音 是拉结 哭他的儿女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第十六节 耶和华如此说 你禁止声音 不要哀哭 禁止眼目 不要流泪 因你所作之功 必有赏赐 他们必从敌国归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 对于神的子民来说 神的安慰和恩典 是他们的莫大的一个盼望 一厘米 戏剧性的对比了这样的悲伤和安慰 强调了他们 有救恩 要得到救恩之乐 所以我们看 这就是让我们也进入到了 我们下面的第三点 从第十九节 我们看见 这里面讲到 第二个梦 出现在这个 第十九节 这里面说 天使 对 对 约瑟说 起来 带着小孩子 和他母亲 我们又再看见了 又是小孩子 和他母亲 往以色列地去 因为要害 小孩子性命的人 已经死了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面 如果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 和和本是看不出来的 如果对应的英文 你会看到说 是说 for those who were trying to take the child's life 那你会看见说 这里面 英文 这是多数的 这是一个多数 那你看到说 这里面是多数吗 这里面是谁死了 是这个 西律 西律死了 那就是他一个呀 为什么会是多数 这一节 马太所用的这一节经文 也是从旧约来的 从旧约 从出埃及记那里面 是神队 是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十九节 神队 摩西说的话 说你回埃及去 那时候不是摩西在谜店吗 他说 你回埃及去 因为巡索你命的人都死了 都死了 就是说也是 这是个复数 所以我们看见说 尽管正面就是 西律王这一个人 可是我们看见 马太所用的这的经文 都是复数 是从出埃及记来的 这样的搬过来的 是个复数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这里面 耶稣要回到犹太地区 我们看见这里面所记载的 第二个梦 临到约瑟 我们也同样看到 跟第一个梦 约瑟的反应是一样的 说约瑟救起来 救起来 没有任何的话 没有任何的游移 把小孩子和他母亲 带到以色列地区 然后我们看见这面 到 讲到第三个梦了 到以色列地区 因为听见说 这个亚基老 是打虚律 就刚死了 这个虚律王的这个儿子 说他也非常的 也是残暴 凶恶 邪恶 就不敢往那里去 就去到以加利利去 到拿撒勒去 那我们看见 那你有没有想到说 约瑟 他住了多少年 在约瑟 当然我们看见经文里 非常简洁 根本没想到约瑟 在埃及那块住的 已经很熟悉了 做什么生意 买卖 生计 也已经很 已经很顺了 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很安逸 有在那边 没有 我们看见 约瑟就起来 那这个时间 我们大概 我查了一下 大概 这个虚律死在说 他死在哪一年呢 是在大概 他不是具体的 他也是 不是非常确切 是在公元前的一年 和在公元后的一年 那这样之间就有两年的一个 一个时段 那就是说这个 小耶稣呢 约瑟带着小耶稣和玛利亚 在埃及 也就是住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零到二 就零到 可能短一些 可能长一些 因为大西律 他死在哪一年 这个时间不是非常的确定 所以那是在两年之内 所以我们看小耶稣走的时候不到两岁 那回来的时候不到四岁 那我们大概知道这样的一个时段 那因为约瑟害怕 说不想 那因为他要回 回到哪去呢 他们是从玛利恒走的 那他还是要想 他回到玛利 想神呀 当他回玛利恒去 他到的那 应该他是已经到的那里面 看到的景况 觉得说是亚基老在那里面 继续的掌权 他就很害怕 就要 那怎么办 去到哪里呢 那也也不是 这里面也讲述 不是约瑟自己决定 就往哪里去 我们会看见 在第三个梦里面 也是这样的 被主的使者来指示 就到了这个 加利利的 拿萨勒 那我们看到这个拿萨勒 那我们看到这么多 从第十三节到现在 到第二十到二十三节 那我们看见 这到处 马太都在运用他的模式 他的这个城市 就应验圣经所说 应验先知所说 那我们会看 每一段 几乎每一发生的这个时间 都是 事件都是应验旧约 那我们要不要看一看说 这个拿萨勒 这个地方 这个圣经可从来没有讲过 拿萨勒 刚我们看拉玛 那都也讲了 每个地名 事情发生的 都已经应验 应验在这上面 那学者其实一直在讲 说这个 这个拿萨勒 是个旧约 从来都没有讲过拿萨勒 那提什么拿萨勒 干嘛非要去 这个拿萨勒 这个地方呢 有什么典故吗 有什么特别吗 那耶稣 那什么是发生在耶稣 这都是一定是有 有依据的 有根据的 有目的的 那我们看见耶稣去了拿萨勒 拿萨勒旧约 没有提过拿萨勒 那我们看那个新约里面 那我们所知道说 几乎拿萨勒就跟耶稣的名字 绑定在一起说 拿萨勒人耶稣 拿萨勒人耶稣 那拿萨勒 我们想起来说 我们可能记起来说 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那是他的家乡 他因为他的家乡的人不信 就不在那里多行异能 那也讲了说这个地方 他说 也说说这个大凡先知 在自己的家乡 也都不被尊重 那当然就是约瑟 不是就是耶稣 在这个拿萨勒 也不被尊重 因为人也不信他 那么还记起来说 拿萨勒 确切一切的一个描述 我们记得 那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 第一章 四十五四十六节 就是这样说的 说菲利来找到拿蛋叶 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书上所说的 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摩西所说就是说 他是在生命纪 十八章所讲说 将来说神要兴起一位 先知向我的 就讲到说要兴起的这位耶稣 这是摩西在生命纪的十八章所讲的 好那我们继续讲 刚才这接着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一章 四十五四十六 说这一位呢 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萨勒人耶稣 那四十六节就这样写了 说拿蛋叶对他说 拿萨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看了吗 大家看见了 拿萨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所以拿萨勒 这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代表的是一个被鄙视 被拒绝 那我们之后马上就被鄙视 被拒绝 我们马上就想到说 在以撒亚书五十三章里面 所形容的耶稣 就是这样一个 说他像嫩牙如出甘地 没有加行美容 人也不尊重他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拿萨勒 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意义 就是说这个从拿萨勒 这弥撒亚不应该是从拿萨勒来的呀 因为我们看见说 这个弥撒亚从拿萨勒来的 哪儿来的呢 我们记起来说 弥加书里面 弥加书的五章二节 这样记得说 说伯利恒啊 伯利恒的仪法他啊 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更古 从太初就有 那我们看见说 这个将来这弥撒亚是从 从伯利恒来的 那怎么这个由这个这个 拿萨勒人耶稣 他能是弥撒亚吗 所以他为什么 就是耶稣不被接纳 所以被拒绝 那是一个错误的地方 不会从拿萨勒出来 拿萨勒能出什么好的吗 所以我们看见拿萨勒 这个印象 这个被描述的 这个人的 人不接纳他 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地方 弥撒亚不是从这样来的 拿萨勒人耶稣 这不被这个犹太人 这些这个这些官长们所接纳 因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传统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拿萨勒人耶稣 他不被接受 因为拿萨勒 拿萨勒人这就是成了一个尴尬 一个尴尬 一个被轻视 我们看见这是马太 可是却在这里面 你没有你仔细看看英文 马太这么说 马太说到了一座城 名叫拿萨勒 就住在那里 而且你听马太说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 他将称为拿萨勒人的话了 你看他说应验先知所说 并没有像前边的说 你看这个耶利米 你看这个何西 你都知道这些经文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们看看他将来被称为 应验先知所说 称为拿萨勒人 我们在旧约 可是找不到这一节经文的 其实不是说先知没有讲过 那我们不相信说马太是撒谎的 对吗 那一定是先知 哪位先知讲了 可是却没有记载在这个旧约上面 所以我们看见 你看连马太就 连具体的先知也没有记载 你是不是也看到这有一个contribution 也是觉得 哎呀咱具体的先知 哪位先知讲的 我们也查不到 你看见吗 更加重了说 像弥撒 像拿萨勒 是这样一个没有名望的一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的这样一个地方 不符合传统的这样一个地方 查这个出处也查不到的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会看见 耶稣要成为拿萨勒人 你看他是多么的这样的一个卑微 加重了让我们看见 耶稣他在拿萨勒 从那里出来的 神要使用的 那是神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我们看见了 应验了先知所说 他要成为拿萨勒人的话 我们看见 我们还在庆祝圣诞之际 我们会看见这三个梦 这三个超自然的事情 超自然 使小耶稣可以存活下来 使神的救恩 使神的救恩可以成就 超自然的事 那我们可以说也是神迹 但我们再讲一下什么叫神迹呢 神迹我们知道 这是自然的一切的规律 都是我们的创造主 都是神所为我们做的 我们制定了这些的规律 这些的自然律 我们都生活在这些自然律之下 然而神是那个创造者 他是制造 他是制造自然律的 当然他就不被这些自然律所挟制 他就可以凌驾在这些自然律之上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是神迹 没看见 神借着神迹 神也在这个梦里面 让约瑟能够带着小孩子 可以逃到埃及再回来 让耶稣生命可以不被西律的屠杀 不被西律所屠杀 让我们可以使这个救恩 可以使这个救恩可以成就 让我们每年都在这样 在这里庆祝圣诞节 我们看见这里面 我们看见这里面 这一段经文里所描写的约瑟 当使者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起来毫不犹豫的 毫不怀疑的 也不计较困难和危险的怎么样生活的 这一切都不想 我们看见我们从约瑟学到什么呢 我们看见在这个 我们看见在这个在整个这个家庭 虽然这好几遍的在提小小孩子和他母亲 小孩子和他母亲 小孩子和他母亲 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约瑟 在这个家庭当中 他是领袖 他是主角 他要保护这个家庭 他是这个家庭的脊梁 我们看见神的使者 天使也是对这个家的男主人来讲话 让他带着这个家 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对于我们的今天来说 我们一个家当中的丈夫 父亲在这个家庭当中 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他要保护这个家庭 使这个家庭得安全 也随时的听上帝对这个家庭的带领 我们看见这一段里面 写到约瑟 约瑟的顺服 让我们看到他的顺服 他的信心 他的顺服 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一段的圣经 更是让我们看见 马太所记载的 应验了圣经上所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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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看见 耶稣就是对圣经的应验 耶稣的到来 应验了圣经 那神的话都要实现 神说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你信吗 神说将来每个人都要面临审判 你信吗 神还说 听了神的话就去行的 有福了 神说 主耶稣说 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 就是爱我的 我们来对比 这两个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看见 耶稣 神的儿子 是远远的大于摩西的 他带领 不像 不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在米索波达那一带 几乎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了 那我们看见 神的儿子带领的这个 出来的出埃及 新的出埃及 他就开展了 开始了 神的对整个世界 对万邦万国的这个救赎的工作 让我们看见 应验神的话 耶稣基督的到来 应验神的话 这里面 所有每件事 在这个圣诞 耶稣基督的战胜 每件事都是应验了 圣经上的话 我们要 如何的 宝贝我们的圣经 宝贝神的话 听从神的话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您 还在这举国上下 都在庆祝圣诞的时候 我们借着 马太福音 这一段的话 让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 是应验的圣经 是神您在万物之先 就已经具备 就已经计划好的 这样的救赎的 计划的一部分 主啊 我们合定的感谢您 您带来救赎 带来我们的救赎主 主啊 那此时此刻 我们看见 这一切都要应验 神的话 一切都要应验 那我们 就坐在 打开我们的圣经 看见神的话 我们要如何 来回应您的话呢 我们的生命 可以怎样面对 神您自己 要给我们 每个人生命的 这个旨意 给我们的 这个指向呢 对我们每一个人 主您自己 这样的带领 我们该如何的 来回应您呢 主啊 求主您自己 帮助我们 您的话 一点一话 都要实现 主啊 求主您自己 让我们可以 警醒起来 主啊 求主您自己 帮助我们 让我们活出 这个宝贵的信仰 让我们 能够这样 回应您 宝贵的旧恩 我们感谢赞美您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